那剛才愛達幫我們分析 像國產在九月份 掛出了一萬三千九百八十八台 那這一萬三千多台 將近一萬四裡面 國產的品牌 我們就來看看他們的表現如何 和九月份的國產品牌的排行榜 有沒有一些變化 對 剛剛前段愛達有分析到 雖然以這個我們的這個九月來說 因為都是以掛牌量來說 當然國產蠻難得 就是比進口車可能道港比較多 所以比例上稍微掉了一點 但是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抓出了前五大國產的一個狀況 可以說是幾家歡樂幾家 有穩坐龍頭的Toyota 然後有衰退蠻大的 這個十四到三十幾發 然後也有異軍突擊的對不對 沒錯 我們就主意來看一下 那穩坐龍頭的 當然Toyota在這個國產的市場 還是高達47.4% 掛牌數六千六百多台 其實你算一算CC三千多 COROLA ARTIS一千多 其實就已經佔了三分之二了吧 就四千多台了 然後大概後面它還有 它賣得穩穩的 一直這個小桌Yaris Vios 然後Sienta 都穩穩的 所以加總出來 不過看起來 它雖然較上月有小漲了 這個6.2%的成績 但跟去年比 大家都在衰退中 這個是大家可以觀察一下 就是我們剛前段有講到 今年的總量 可能真的收到種種因素 可能總量都會 大家都比去年衰退一些 對 然後再來看到 就是二三四名 其實大家不論跟上個月 跟去年的同期 都衰退蠻多的 那第一個來看來是Honda 那Honda目前 汽車系蠻簡單 就三大主力 CRV HRV Fit 那以銷量來講 我覺得他們這三台加起來 CRV還不錯 蠻厲害 這麼久了 這還一個月 我記得它的成績是八百多台 然後剩下的HRV 跟Feed大概都將近六百台左右 那其實我覺得這個數字 都不是Honda的實力 都沒有發揮 因為這個都只是掛牌 不過以訂單量 我相信都是更高 那大家最近討論最熱烈的 就是HRV 這個今年的Q4要停產 而且他說蠻保留 還不見得2023的Q1 馬上一月就復工生產 還不一定 還沒有這樣的確認消息 所以如果它到2023年的年初 還繼續有缺料 沒有完全的上限 繼續接單販售的話 就不知道它這個銷量 這個HRV 當然這個數字 會受到一些影響 所以它停產 不是因為它賣不好 是因為它缺掉的關係 它接單其實前幾個月 我們看來都還算不錯 HRV的 因為它兩千多三千台 根本還沒消化完 是的 那我們就接著再來看 Honda 接下來這台HRV 在Q4之後 能不能趕快再加入他們的戰線 我相信對於這個總排名的銷量 會有很大幫助 沒錯 然後再來看到福特的話 福特向來國產兩大巨星 就是先出來的Focus 以及後來的KUGA 這兩台車 不過也經過了 一兩年兩三年的銷售了 那大家的車都在新車出來 然後配備年式的更新 所以看起來 它這一個月的銷量成績 有稍微 不論是跟上個月比 然後跟去年比 都有一些衰退 但我記得上半年的福特 也是受到缺料這些的影響 雖然它是國產車 但就是剛剛講的這些戰事 疫情 那它的料其實有卡到一段時間 那的確記得前兩個月有稍微回溫一點 但這個月看來似乎又沒有很漂亮這個數字 因為會不會是大家都在等Focus的小改款 對的確 那網路上目前報導 我們也沒有跟官方做最後的 但現在都已經10月了 10月中了 那就可能就是明年 都還沒有收到 照理說我們媒體應該會收到一些活動通知 邀請預留的 都沒有 所以我覺得搞不好 New Focus小改款 搞不好要到明年初 才會看到 蠻多媒體訊息 對 所以在年底之外 其實我們就看看福特要怎麼樣 繼續把它的Focus跟庫嘎 這個市場在回溫 我們來觀察看看 然後再來看到 Nissan的話 這個1362台的話 蠻厲害的是Kicks 這個9月 在我們剛試完小改款Kicks之前 它還有700多台的銷量 所以Kicks這很厲害 從18年到現在 這個特試車一直這樣推成出新 它每個月都是蜜月期 對 它還有700多台 然後再來接下來看 我相信應該就是揮到破千了 因為新的小改款出來 那其他它還有Centra 以及Tida 穩穩的兩三百台這樣的銷量 那最後看到就是 一軍突起 跟上個月比成長76% 跟去年比成長69% 就是Helm Day 南洋 他們的這個小巨星休旅 Venu有600多台銷量 然後再來的話 土上其實訂單非常多 從這個年初上市 那終於慢慢也在這個料件到了以後 它的這個交車量也出來 然後值得觀察Helm Day 年底還有一波 它的Costing MPV 如果再加進來 它年底會交車嗎 他說它這今年大概有 五六百台的這個量 預計可以生產交的量 所以再觀察看看 10月 11月 12月 它正式上市以後 Costing的車再加進來 我覺得南洋現代的這個數字 很可怕 進步的幅度非常的大 對 所以Mitsubishi被擠出去了 Mitsubishi就目前沒有辦法 沒有在前五大了 是的 了解 好 謝謝秦蘭的分析 國產的部分是這樣子 九月份嗎 那剛才看到整體市場裡面 進口車貢獻了一萬五千台 我們就來看看進口品牌 在九月份 是不是有一些變化 甚至於有人 有一些新同學加入嗎 對 有新同學加入 這個如果是八月的話 其實第二名應該是福斯啦 第三名是Tesla 十月份 對 對 對 它這個排名上有蠻大的一個變化 像是賓士就跳起來了 Toyota我們知道 它的在進口車上面 它有Red4 它Red4 基本上 它就是它的掛牌數的保證 是 對 還有Kammery 當然是 對不對 因為Red4它的這個 整體的這個交車的 已經回穩了 它交車的狀況已經回穩了 所以導致讓這個Toyota 在進口車的掛牌數上面 就大幅的攀升 你看跟上個月比 八月我們知道是 這個剛剛仔細講的是一個民俗月 但是是最優的民俗月 最優的 最沒有受到影響的民俗月 是 但是同樣的 最沒有受到影響 但是你就可以知道 九月事實上對Toyota的進口車來說 是相當好 沒錯 出色的表現 是 55.1%的一個成長 那我們再看到賓士的部分 賓士它掛牌數 它之前賓士是第五名 是第五名 現在直接跳到第二名 當然是有關於就是 他們的這個車道港 大輛車 對 車道港是對於這個進口車品牌來說 是個相當相當大的這個 刺激跟鼓舞 它掛牌數就來到了2185 那其中的大工程是誰 是C-Class 我們知道台灣人最喜歡的C-Class C-Class就占了很大一部分的比例 它有大概400多台了 有400多台的量 那也明顯地超越了這個BMW 那我們看到跟上月比 它的成長有44.4% 也是一個相當突出 就是一種跳躍式的一個成長 那我們現在再看緊接第三名的BMW 它依照跟八月比較的話 它排名也往前了 那我們知道BMW在9月的時候 它的三系列 五系列跟二系列 其實在這個進口車的十大銷售裡面 它都排在前十名內 都是不錯的表現 那當然車數眾多了 再加上這個X4在休旅的集聚裡面 也在這個進口車的銷量 好的前十名 所以它可以穩坐第三名的位置 而且你有沒有發現BMW這一兩年 它真的是倒吃甘蔗 是 對不對 表現那個銷售的成績 就異常的好 對 沒錯 好 我們再看到第四名的Lexus Lexus通常都經常看到在這個榜單裡面的 Lexus有1383台的這個掛牌數 主因是什麼 它的休旅車系 NX 對 NX賣得很好 UX也賣得不錯 RX其實因為它現在馬上有新的車子要交替了 對 不管它是有沒有促銷等等的 OK 它也授慶了 也賣光了 那光這三個休旅車系加起來 就已經為它破千了 大概再加上這個ES 它原本就是一個穩穩在成長的 穩穩在做的這個車系加上這些東西 它有這個1383輛 然後成長了19.8 排在第四名 那我們再看到了Mazda Mazda上次是在 8月是在第六名 啪 擠進來了 擠進前後 為什麼 CX5 CX5其實也是我蠻喜歡的一台車子 而且它長期缺車 它長期缺車 終於也進來了 是的 它車子也進來了 那加上它們最近也有包含這個燈組 等等的一些改變 就是一些升級 還有一些的車色是不是 對 車色 還有燈組的升級等等的 也會刺激它的整體的銷量 雖然它比上月小幅 這個下降了2.1% 但是它的總量 還是擠進了第五名 好 那這就是進口品牌的部分 銷售的排行 大家會認真嗎 的話 我們會再出眼睛 訪問一下 KX5 CX5 CX5 CX5